这个休眠了 好了 这个我们已经有几周啊 没做南明的这个专题了 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最近这事情比较多 然后最近这个嗓子坏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给大家做这南明的专题 南明专题呢 咱们还有这个几期就要进入到尾声了 南明之后呢 咱们又要开始往前倒 咱们要讲朱元璋了 所以咱们还是就是顺着啊 上周我就不带大家回顾了 然后讲的这个金生环李承栋啊 这种本来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一夜之间的一个月内 所有这个成气候的 能帮这个南明看起来 好像是能翻盘的样子啊 但其实也翻不了盘 就是只是看起来像啊 至少就是这个南明翻盘的希望 一个月之间啊 还有这个河腾礁啊 这个三个巨头就都倒下了 被清军给消灭掉了 清朝在消灭掉了 这个南明的这个抵抗力量啊 就这个河腾礁啊 李承栋啊 对吧 金生环啊 消灭掉了他们三个之后呢 满洲人啊 一直都在 满族人一直都在 这个 叫什么呀 总结教训 这就是他跟南明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新政权 对吧 新政权呢 比较年轻 比较谦虚 所以满人一直都在 不断的总结自己的 失败的教训 为什么会有这个 步将叛变 对不对啊 那就很简单嘛 他们想要的东西 你没给他 所以他们就叛变了 对不对啊 而且满人这个时候 也比较注重 提升自己的形象 因为你知道 我们之前讲这个 崇祯的专题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满人 他在崇祯之后 就是他崇祯没了之后 满人一直是一个 以一个什么态度啊 以一个什么姿态 在跟这个明朝作战啊 他是什么呀 他是看起来像是好像 他是为这个明朝出气的 他是要把这个明朝啊 从这个流寇啊 从李自成 从张献忠这样的 蹂躏中要拯救出来的 所以他是其实以这种姿态 出现在中原的 对吧 但是这也演示不了 他们其实是侵略者 对吧 你到哪都是烧杀抢掠 到哪都是 其实抢的都是明朝那点东西 所以他们从 侵入到明朝的这个疆土以来 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他们刚开始 就是要击溃李自成军 对吧 和张献忠的这个 这个大量的流寇部队 对吧 那是后来腾出手来 才开始跟南明倒上的 对不对 才打上的 1645年的时候 李自成的这个残部 很多都加入到了 湖广地区的这个明军的抵抗组织里头 因为他们也被打散了 对吧 他们就很多人 那就干脆就 就成了官军了 对吧 当然他们都是土匪 拉着这个势力 拉着自己的队伍 就参加这个官军去了 所以从那之后 那你想想 那清朝就更顺理成章了 那既然现在这些流寇 已经参加到了湖广地区 反清的啊 这些这个势力里头 那清朝更顺理成章了 那对吧 那你看你们这有流寇 那我现在 我没有跟南明打仗 我可没有这个动南明 我现在就是在消灭李自成 张献忠这些流寇 所以他又本着这个目的 或者说打着这个幌子 他开始击败各支南明的这个军队 但是实际上削弱的是谁 削弱的是南明 当然南明自己也不争气啊 他们以前指责什么呀 说这个洪光朝廷 你看啊 你家皇上被杀了 崇祯都都吊死了 对吧 你首都都沦陷了 可是你在干什么 洪光朝廷 你发兵去攻击这个西北的大顺军了吗 你去打这个李自成残部了吗 没有 对洪光倒是想打 问题是他也得有兵打 对不对 洪光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他也没有兵打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打 所以你看清朝就利用洪光 那你不去打 好 那就振振有词 他公然的斥责 说你看看 现在其实是谁不孝 你说是我不孝 我占了明朝土地 还是说明朝的这些后裔子孙不孝 是南明的各个政权不孝 对吗 你们也没有想为崇祯去报仇 对吧 北京都已经颠覆了 皇上都殉难了 你却没有发兵去为你的皇上报仇去 我现在反而是在跟大顺军作战 你看我伟大不伟大 对吧 满人当时就是想打着这么一个幌子 所以1648年10月 永利军在河腾交跟这个赌印西的率领下 收复了湖南大部分这个地区之后 当时这个满洲王 记尔哈朗 他呢就受命 他就派出去消灭谁 大顺军 大顺军当时的一个继承者 就是李自成真正的继承者 一只虎李过 李过 这个名字 记载不是特别详细 有人说这个不叫李过 一只虎的名字应该叫李锦 锦州的锦 也有人说 李锦这个名字也不对 其实他不叫李过 也不叫李锦 他叫李双喜 这个我们现在只能说 这个记载不详了 因为这个李锦或者李过或者李双喜 这很显然是一江湖人物 你知道吧 这肯定就你想继承这个李自成 大顺军旗号的 他呀 他这个早期跟这个闯王出来闹革命 他呢就是这个李自成 觉得这个孩子特别能干 所以就把他给收成这个丛子 实际上 这李过 他其实只比这个李自成小四个月 他们俩就没有什么父子关系 你知道吧 但是呢 就是把他收了一个养子 当然这张献忠也这么干 李自成当时撤退的时候 就把这个李过留在延安了 让他守这个家 结果李自成没撤回来 对吧 死在外边了 所以李过就自然而然的 他就率起了李自成 余部的这支大军 说这个李过呀 后来作战的时候 这个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作战非常的凶猛 所以呢 这个人送一外号叫一只虎 就是独眼虎 一只虎 所以这个李过 他这吉尔哈朗 当时就发现这个李过呀 大部分的李自成的这个追随者 还有这个大顺君的这个精锐 其实都攥在这个李过的名下 当然李过管得着管不着 那不知道 但是就反正都在他名下 所以呢 这个吉尔哈朗 他的第二年春天 他抵达的时候 他就准备要实施反攻 可是结果他发现 形势非常的复杂 混乱不堪 你想在湖广这个地方 狙击大顺君残余部队 这里头不光有大顺君残余部队 这里头还有何腾交率领的各支部队 对吧 这里情况非常的复杂 所以跟这个清军交战的人 毫无疑问 都是无核之众 你想把他们击败 很容易 你想往前推进 也非常的容易 但是有一个非常困难的 这我们上周专题 其实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你光拿下这片土地来 这片土地 谁攥着谁倒霉 对吧 明军控制这土地的时候 他就特别倒霉 这块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清军拿过来以后 他也控制不了 所以吉尔哈朗很快就发现 就是说击败敌人 作战 然后吃掉土地 这都没问题 但是想控制这个土地 非常非常的难 关键是 到底谁是李锦 到底谁是李过 他抓着好几个 都说是李过 都说是李锦 反正这个就是跟罗宾汉似的 就是这个侠道 知道吧 就像个外号似的 这个我们人人 都是罗宾汉 都是佐罗 所以你要想找着真正的那个李过 也不容易 你根本就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这个时候李过已经去哪了 这时候李过已经带着他那中贞营 已经杀到广西去了 这个 吉尔哈朗还傻呵呵 胡广这还逮那李过呢 其实根本你根本不可能逮着真的 对吧 清军在1649年的时候 夺回了胡广最南部的几个主要城市 但是 他们突然也发现 就是说不能再前进了 因为再前进了 因为这后边真的是控制不住 天天闹事 天天这个 这个这个没有钱 要不然就把这个人给杀了 就把我们这派的官给杀了 所以这个吉尔哈朗后来想了想 实在是推不进去 吉尔哈朗最后给这个 多尔滚写了一封信 就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呢也就这么个事 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刘能 谢广坤什么的 大家合计合计 一看说这实在是走不过去了 这就是多尔滚一看 也确实是 因为吉尔哈朗要是说了 那他肯定那就是下不去了 对吧 江西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清军的各个将领 也接到了多尔滚的命令 就说什么呀 收复南昌就可以了 救援赣州 剩下的就别再往前推了 所以呢 李承栋的这个部队 在赣州这附近 吃了败仗被瓦解了之后 所以取得胜利的清军 没有救世往前推进 就是没有再往这个 永利朝的这个门口推进 就在往煤关派了点兵 做了一下侦察 就停住了 没有再进入广东 这回吃了一个教训 因为你拿下来了 你也控制不住 对吧 清军呢 虽然是呆住了 他在稳定后方 但是 他们的战术 还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 他们把收编过来的汉人军队 对吧 因为汉人军队 对于他们来说 这都是外人 汉人军队都不用当人 对吧 所以呢 他们就把收编过来的 新调发的这个军队 就派到前面去 让他们去打小谷的骚扰 所以1649年6月 清廷 在北京的清廷政府 命令了三位封王的老将 这三位 清出著名的三位汉人将领 孔有德 耿仲明 尚可喜 让他们坐前锋 你们往前突 我们这个满人猛人 都在后面 你们往前推进 不过呢 这一次 这个等到了这个 这个耿仲明和尚可喜 他们到了前线之后 他们发现 这个 我们必须得通过江西进入广东 孔有德呢 就必须得回到这个湖广 第二次进攻广西 这样形成一个包围之势 往里进 你看看这张图啊 我就不给大家这个 扣这张图了 图这个地图 没法扣 等各支部队 等这个哥仨 帅着自己的部队 都到了前线 到达战场了 准备要作战了 结果这个耿仲明这边就出事了 耿仲明这边啊 发现有逃兵 他这个旗下有逃兵 所以呢 这个有逃兵以后呢 这个就要追究责任啊 对吧 所以攻势 他就说这个不行 我这边我得先处理点家事 结果耿仲明呢 因为这个事情事发 查也查不明白 最后呢 可能跟他也有点关系 所以呢 他就畏罪啊 他就挺害怕的 他就在江西吉安这个地方呢 上吊自杀了 上吊自杀以后 这事就说不明白了 就到底 这他部下发现了什么事啊 说他这个手下啊 有一个叫魏国贤的一个将领 窝藏了一些逃兵啊 但是这些逃兵是什么人啊 这个魏国跟魏国贤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这件都说不清楚了 那反正这个耿仲明 也就是不明不白的 就上吊自杀了 畏罪啊 上吊自杀了 他死了以后呢 他的儿子啊 耿济帽就继位了啊 就继承这个靖南王啊 那总得有人这个统兵啊 对吧 耿济帽 就是后来在鹿顶记里出现了 三番那耿晶忠他爹啊 所以这个这个耿仲明就是那个耿晶忠他爷爷啊 耿金帽这个人呢 接替他爹之后 这个人无论从才干上啊 还是从胆识上 其实呢 都比他爹还要高一些啊 所以很快大家发现 耿仲明死了 好像也无所谓啊 他儿子在 然后呢 这个耿仲明的部队还仍然是有条部闻的 所以大家观察了一下 发现没问题啊 问了一下这个耿晶帽本人 说你还能不能打 耿晶帽说我没问题啊 我这召集立功 所以大家要决定 那仍然咱们按原计划进行吧 于是呢 又准备了几个月 1650年的1月 孔友德从长沙推进啊 集中全力进攻永州 然后很快就把永州给拿下来了 耿上这两支部队 也开始向南推进啊 越过了煤关 抵达了南雄 我们再说永利朝啊 进行完今天这专题叫永利大逃亡中啊 还有下啊 别着急啊 永利朝廷啊 因为和腾交 李承栋啊 金生桓这三个人的死讯 实在是对大家打击太大了 我上期说了 就是形势本来一片大好 大家都觉得好 这个我们的复国都有望了 对吧 虽然还在打仗啊 这个楚党和武党还在还在内斗啊 但是这大家觉得说形势本来是一片大好 怎么突然之间这三巨头就全没了 所以永利朝知道这三个人都死了的这个消息之后 大为震惊啊 这个永利皇帝啊 正在喝这个海鲜粥啊 喝喝什么啊 赶紧再给我加两只海参啊 喝完了 然后这个碗摔在地上啊 这个很惆怅啊 说我靠啊 很震惊 为什么 因为很显然 本来他们能依靠的三支军事力量 这等于相当于一夜之间就全被消灭了 对吧 那这就明朝就大势已去了 朝廷现在别说要去跟清军作战了 别说收复失地了 现在就连防御这件事情肯定都做不了了 对吗 而且你别忘了 这个时候 这里头还有楚党和武党在斗争呢 对不对啊 这里的这个永利朝还有两个党在斗争呢 永利朝政局占上风的 依持的是谁啊 他们靠的是谁 他们靠的就是河腾交和这个李承栋啊 对吧 靠的就是这军事力量啊 所以朝廷就开始设法啊 对广东啊 湖广这地方啊 赶紧做调整 重新去派人 或是看看谁能这个 谁能去这个守城啊 咱们先巩固一下防御 但是这个时候还剩谁 这时候谁也剩不下了啊 武党 当时我们说了啊 武党 他主要靠的是谁啊 陈邦复 对吧 陈邦复是广西的土皇帝 哎 他是这个广西这边的这个军阀 陈邦复手底还有一支兵 所以现在我们看啊 当时让陈邦复上 陈邦复也没上 对吗 所以现在永利朝 唯一能依靠的 还没被破坏的部队 就是陈邦复这支部队了 所以1650年的二月啊 从二月一号到二月七号 明军迅速又开始了啊 又迅速放弃了广东北部的所有据点 然后皇室匆忙就逃离赵庆 直接就奔了吴州 跑的这个过程中啊 也是非常的狼狈 朝廷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因为你想想 现在李承栋也不在了 河腾娇也不在了 对吧 李承栋的那个义子李元印 李元印本来是跟这个李承栋两个人 一个在外一个在内 他们俩是唱双簧呢 现在他这个义父死了 对吧 军事靠山没有了 李元印一下就失事了 李元印带着的几个李承栋之前的这个派驻在朝廷的将领 那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你说我撂挑子不干 肯定也不行 让人这个说闲话 你说我我不管这个永利皇帝了啊 我就跑了 那肯定也不行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仍然硬着头皮 坚守广州和西江啊 只能在这守着 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朝廷的政治形势变了 对吧 他们已经不得势了 所以很快 陈邦复的这拨人 这个政治势力就崛起了 哎 朝廷逃到了陈邦复的这个辖地 跑到他领地去了 那么你想想啊 从现在开始 朝廷谁保护他啊 对吧 陈邦复保护 吃谁的啊 那也得吃陈邦复的 喝谁的也得喝他的 对吧 你说要点零花钱 要点新衣裳啊 就购个物什么的 都得靠着陈邦复啊 所以这个时候 一下啊 武党又崛起了 所以那你想想 武党跟楚党已经斗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现在武党崛起了 能饶得了楚党吗 所以 又开始了啊 这就是 老戏 开始 楚党 开始对武党 这些残余势力进行疯狂的迫害啊 我们上周说了 这个 武党里头有武虎 武党里有武虎 最有名的那金宝啊 金宝就是有点有点标啊 什么话都直说这个投铁啊 不怕死 先 马吉祥啊 带着锦衣卫 冲进金宝家 把他从家里给瞪着头发拎出去啊 拎到这个 这个牢房里头 一顿拷打 最后也打不腿 打蛇了 打了一个终身残废啊 然后 就开始在这个宫中啊 抓这个武党人啊 然后这个楚党 把这些武党人弄出来以后 处死啊 这这理由都是什么呀 这个阴谋啊 颠覆国家政权啊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都处死啊 全给斩了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呀 实际情况 你说他们有什么 你说就武党楚党啊 你说这个 这个武党能颠覆国家政权 那大家都是为了皇上 对吧 那怎么可能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他不管怎么说了 反正啊 这时候皇上在干什么 永利皇上在干什么 我说了永利皇上这人性格有点缺陷 这最大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犹豫 哎 就谁跟我说话 我都听 哎 我都 我说你 哎 你说的有道理 哎 你说说别人吧 过来说 哎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跟他谁说都有道理 所以皇上最开始啊 这个 被这个这个 陈邦夫啊 马吉祥啊 这边一窜的啊 说你看看这些人有多坏啊 就害您 皇上也特别的生气 可是杀了一些无党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不是杀了一些除党的这个将领之后啊 大臣之后 这皇上也觉得不太对劲了啊 说咱们这样好吗 他问这个马吉祥 马吉祥说什么不好的啊 皇上 这些人都是阴谋 谋反 可是这个永利说 你想想咱们现在还在逃跑路上呢 对吗 咱们现在刚刚 国家刚刚失去了三元干将 咱们几乎失掉了所有的军事力量 你说咱们在逃跑路上 咱们杀了这么多的朝廷要员啊 咱们这是搞大清洗 这是好吗 啊 这个马吉祥不说话了 其实这时候已经好多的官员啊 上书 说什么呀 这 现在这真是此诚 危机存亡之秋啊 皇上 清权力 这个让马吉祥 让陈邦复搞清洗 实属不至啊 倾注权力 惩罚御利 实属不至 就是你 你这样 你有点 你有点这个糊涂 哎 李元印 虽然这个时候他也失事了 但是毕竟 他官职在那 对吧 面子还在那 所以李元印这时候暂时还安全 李元印亲自去跑去找这个永利皇帝 说什么呀 说五湖里头 现在你抓了四湖 抓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跟我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皇上我看要不然你也把我抓了得了 你把我也砍了得了啊 你看你把婶子像白面目 你吃你把婶子得了 你这样弄下去的话 那谁还给你干活啊 对不对啊 但是啊 一直到了夏天 部分中贞营的部队进入到吴州之后 这个迫害才终止 哎 中贞营我刚才说了 就是谁啊 就是李过的部队 就是大顺军的残余 哎 虽然叫中贞营 但是他们曾经可是叛军 明朝就是他们干没的 啊 所以中贞营来了 哎 有人说这中贞营 嘿 那这么说 李过啊 或者说这个大顺军的残余 还挺有尿性的 还帮着这个皇上 给皇上来出头来了 你也想多了 中贞营进入到这个 这个来帮这朝廷 纯粹是个偶然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撤到广西来了吗 广西又不是说了吗 这是陈邦复的地盘啊 你想想中贞营 他能往哪跑 他只能往广西撤 撤到广西来 这么大一支部队 那立刻就会跟陈邦复干嘛呀 就产生冲突啊 对吧 那到底这个地盘归谁啊 所以他们救皇上 其实他们不是来救皇上的 他们是无意间 不小心把皇上给救了 他们其实是来跟陈邦复 争地盘的 陈邦复也不软啊 说这中贞营 一帮流寇进来了啊 说这个警告你们一下啊 你们啊 在这待着可以 但是必须得服从我的管辖啊 你可不能说 你得听我的调度 你可不能说 说这地你自立为王 哎 不能干预朝政 哎 这个不行啊 但是这个 李过他们这中贞营 这帮人 人家不管这些 对吧 他就一打听啊 说这个陈邦复 现在啊 正在迫害朝臣 哎 那我就找你一个借口 所以呢 他们就向陈邦复施压 啊 我们来呢 哎 正好 这但是我们就是为皇上来的 当然他说是肯定这么说啊 听说你们在迫害啊 楚党无党正在这个内斗啊 听说你们在迫害对方 所以我们现在过来啊 要求你马上把他们放掉啊 你得听皇上的话 咱们两个都听皇上的话 啊 反正最后呢 这四虎 这个迫于压力 马吉祥他们还是给放了 但是最后呢 也判了什么冲军啊 发喜啊 交罚款啊 免除官职 反正这个也判了一下啊 意思意思得了 这一连串的事件 非常生动的表明什么呀 就是这叫什么呀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我说的可不是好话 我是说内斗这件事情 这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 对吗 就是说到这个节骨眼了 就到都到这个节骨眼了 随便来一人都能跟你斗上啊 就是内斗已经到这个地步 尽管说口头上一直说什么以文至武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更不成立 七人之谈都是五人至文啊 自我毁灭 但是你这边乱七八糟的 不管啊 人清军那边可是一直在稳步推进 而且这一次清军吸取了大量的教训 跟1647年的那个攻势相比啊 这回的清军学精了 他们干嘛呀 步步为营 有条不紊 把军队就集中在少数几处 别拉那么长战线 我就只控制几个据点啊 为什么 因为啊 我控制不住的地方 你也控制不住 对吗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不是说咱俩谁控制 谁就能控制住 他不拥护我 他也不拥护你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咱们都是统治者 对吧 他们就不想被统治 所以没有必要 先把主要据点吃下来 然后包围这些叛乱的根据地 慢慢把它蚕食掉就完了 对吧 这个你是收买他们也好 收编他们也好 还是直接跟他们干也好 反正那个时候就好说了 所以清军这个时候你看 他的战略非常的明确 放弃掉长阵线 直接就是以各个据点 对手反正你也控制住 我也控制住 咱们俩就对峙 1650年的这个春天 孔友德呢 巩固了一下对湖广西南端的这个控制 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准备分三路 进攻泉州到贵州的这个辖城的战略地带 三月初的时候 尚可喜跟这个耿基茂 从这个广东的北部开始南下 绕过赵庆跟这个三水的明军 一直到了哪到了广州城下 然后清军发动了首次进攻 但是这个广州城可不是说打下来 就能打下来的啊 明军抵抗非常的顽强 于是呢 这个尚可喜跟耿基茂 俩人一商量啊 围吧啊 广州围城城围吧 于是他们就腾出了几支小部队啊 去骚扰啊 去到处去这个骚扰 去降服这个小谷叛军 然后大部队留在广州城边上 开始围困广州 常围广州 其实对清军来说啊 是很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北方人 他们来到这个广州 这就是说夏天啊 天气又特别的潮湿 广州这边呢 又多雨 对吧 到处都是泥泞 而且人一多啊 就闹什么呀 闹传染病啊 清军的这个兵员跟武器 都不适合在这种潮湿天气战斗 啊 作战 广州城这地方 三面都有水 你说你怎么围啊 对于清军来说 你 他围三面都是水的城市 这还真是挺难的 对他们来说是个技术挑战 你普通围城的技术也适应不了 所以呢 清军没办法 他干嘛 他就出了点钱啊 找了一点这附近的海盗啊 说这个给你们点 给你们俩钱 你们帮清军作战吧 建立了一支小舰队 然后就用这个舰队 在广州的三面水上 就围着 但是 这个你也进不去 对吧 广州人人也不出来 你也进不去 所以这次战役 这次说是广州 这个城围 围 怎么围呢 其实也没有人去攻城 两边就互相打炮 这边城墙上往河上打炮 这边河上往城墙上打炮 谁也伤不了谁 广州城啊 一直都在这种被围困的局面下 坚持了八个半月 后来广州城是怎么被攻破的呢 其实要是接着围着去 估计清军也打不下来 啊 广州城 老西门啊 有一个明军的将领 叛变了 被清军给买通了 所以呢 清军架起了大炮 轰击内城啊 到了西门这架起大炮 往内城大炮 这才把这个 这个这个 广州给打下来啊 那你想想啊 按照清军的一贯政策 按照清军的一贯政策 这个 如果 在 他们前进途中碰到城市 予以顽抗的话 那按照清军的政策是什么呀 屠杀啊 绝对是 大屠杀 所以呢 幸好当时啊 有一位 叫做约翰 纽霍夫的传教士 他呢 曾经在他的一本书上 他当时在广州 他是就在广州城里头 他曾经在他的一本书上啊 这本书的名字叫 从联合诸省的东印度公司 出使中国达达大汉皇帝 朝廷 这本书非常的稀有 我们只能找到他的残卷 我们只能找到他的残卷 这篇残卷还是民国的时候 由中国评论留下来的啊 然后他描述了一下 这个是西方人描述出来的 就是当时在广州城里发生了什么 说1650年的11月24号 这个达达人啊 就但是他说他管这个清 这个满清叫达达人啊 咱们就是清军啊 清军全军冲入到了城内 很快就把全城都控制住了 围城的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量了啊 他们一进城开始就开始骑着马在大街小巷上阻止中国人集中啊 不让这个有防御攻势阻止他们集中 虽然广州城里头的中国人比清军其实差不多啊 也不比他们少 但是他们自己陷入混乱了啊 整个这个这个广州人民啊陷入混乱了 而且很多人不敢相信 很多人在传说是因为广东巡抚投降了 是因为广州投降了 不是因为这个是被这个清军攻破的 说是这个我们投降了 所以大家互相传 这个士气也非常的低落 所以很多人本能的选择就是什么 就是逃命 到处逃命 可是你一旦一逃的话 士兵也逃 百姓也逃 全城马上就开始一片凄惨景象 每一个满人的士兵开始破坏屠杀 抢走一切碰到的东西 妇女儿童老人哭声震天 从11月的26号到12月15号 清军在广州城内啊 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拷打 喜劫 强奸 屠杀 劫掠 凡是有足够财力的人 大家就这时候还有点钱呢 大家都把所有的家当拿出来赎命啊 都交给这个满人 赎命 别杀我 没有钱呢 全都杀了啊 全都杀了 这个 这个洋人呢 他呢 听说啊 他说在 这个18天内啊 他说就后来啊 这是最后一共累计这个事情干了18天 被满人杀掉的就地屠杀的在8万人以上 但是这个数字可能是跟实际情况有点出入 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统计的 但是呢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啊 我估计呢 可能这个人数在几万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到不到8万人呢 这个不知道啊 被屠杀掉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因为有这个这个扬州时日加定三图 对吧 有这样著名的屠杀记录在 又看到这个满清一贯的 就是他们这个屠城的手段 工程的这个手段啊 这是一种心理压力 对吧 你反抗 我就杀你 所以这个数字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过分啊 当然具体是多少 因为我们目前对于广州屠杀这个事情 只有这么一个洋人的记载 所以这个很遗憾 我们这方的史料其实现在已经遗失了 与此同时 广州一沦陷 那么整个广西东北部啊 明军跟广东这边的连接就全都断了啊 全面瓦解了啊 全州立刻就出现兵变了 所以孔有德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 1650年的11月27号 他也顺利的就攻入到了桂林 这个城市 桂林这个城市也很顽强 他们曾经三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但是这一次实在是 因为民心已经变了 因为听说广州沦陷了 这边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抵抗 桂林我们之前说了 又是一个悲壮的啊 这个老清流 瞿十四 瞿十四一直留在桂林 忠心耿耿的守着桂林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守桂林了 对吗 瞿十四最后也跟他的一个忠实的啊 一个副将一块被服了 被清军俘虏了 孔有德啊 本来想劝降瞿十四 但是这大家也知道 这种老清流 你劝降了 我们劝降不了 所以 瞿十四啊 这个就是要杀要剐子 随你便吧 你跟我废什么话 呸 够罕奸啊 杀了我吧 于是一月份 瞿十四被公开处决 在桂林遇害 你看啊 清军从东北两面夹击吴州 这时候皇室 永利不是刚跑到吴州吗 那永利这时候怎么办啊 惊慌失措 12月2号 他又带着家眷 仓促出逃啊 沿着这个西江啊 往上游走 永利这船队啊 这回可倒了没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身边没有兵了 对吧 他身边已经没有士兵了 他身边留下那点士兵 到处都是暴乱 因为都根本就说 这广州也沦陷了 全州也沦陷了 吴州马上要沦陷了 所有的人都开始慌了 这几场上打的呀 人心都散了 所以很多那个暴乱的士兵 这时候已经不管 你这个和尚来的是谁了 上船就抢 所以就连永利皇帝的这个行船 都被这个暴乱的士兵给劫掠了 把财务都抢了 还有好几个将领上来一看 哟 这不是皇上吗 说这得了 要不咱们皇上献给清军得了 幸好这永利皇帝 脚下抹着油 他跑的比较快 因为他这个永利皇帝 别的不说 就逃跑上 这个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你看看 你算到现在 他已经跑了多少路了 我们给大家一个永利皇帝的逃亡路线 这个 你可以看看 就是他已经转了这个多少圈 所以这个永利皇帝 因为逃跑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这个几次 躲过了这些清军将领的围困 所以很危险 就被他们给抓住 但是他还是跑了 很多 这个人就四散奔逃 然后永利身边的很多的官员 就被什么呀 当地的土匪 土著 土司 就给抓住了 就流亡到他们那去了 这些人抓着了永利身边的官员 那看见 你是永利身边当大官的 对吧 你皇上身边当大官 你有没有钱 人说我清官 我没有钱 没有钱 就弄死吧 弄死了 有钱的 就喜结一空 这个时候 陈邦复 陈邦复跟他的这个部下 就准备从吴州 向清军投降了 你看看这陈邦复 你说 真是吃啥 啥没够 干啥 啥不行 这就准备要投降了 你说还没打呢 投降了 所以 皇帝这个时候 他也不知道陈邦复怎么想的 反正就赶紧跑 反正之前已经有经验了 到时候 你把我给交出去怎么办 所以跑的比较快 所以皇帝跟幸存的流亡者 就跑到南宁 暂时在这避难 永利朝廷的历史 从此进入到了一个传心的阶段 1651年到1661年 这是明朝历史的最后十年 当然也是南明历史的最后十年 在这十年里头 永利再也没有能够组建起来一支像样的政府 正规明朝的这个文官体制 已经完全消失了 全都控制在武官手里头 不管是在物质上 还是在政治意义上 你都再也找不到明朝的文官了 永利朝廷完全沦落成了几个军阀的傀儡 傀儡政权 所以他就只能依赖几个组织 西南 明朝叛军里头最强的残部 孙可望 李定国 这是谁的部队呢 这是张献忠的残部 对吧 东南 半海盗组织 郑成功的 半海盗正家的垄断海上贸易的半海盗组织 对吧 这两个组织其实过去跟明朝有关系吗 完全没关系 这两个部队是完全在明朝体制外发展起来的 跟明朝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迄今为止 所谓的明朝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只剩下一个永利皇帝了 就是他只有一个体制上的意义了 在现在这种情势 这个下边就连这种明朝的这个意义 他名义上的名义 其实都已经丧失了 明朝所代表的 就剩下一个坚持抵抗 坚持抗清的一个精神了 其实这根本没有体系了 没有官僚了 对吧 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西南地区还存在着一个明朝的皇帝 所以基于这个事实 只要有皇帝在 只要有朝廷在 那么文武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完 就会一直斗下去 对吗 一方有文质倾向 另一方主要关注的是作战 那么看啊 一方希望建立起朝廷的文官 恢复朝廷 另一方实际上只想干嘛 只想开游 只想借助这个朝廷 然后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 所以 东南沿海地区 实际上 已经没有什么明朝的影响力了 对吧 所以 那个他们都团结在郑家 都团结在郑成功啊 为核心的这个中央周围 所以抗清 这个时候反而是 东南沿海地区更有效一些 其实西南已经大势已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聊一聊 孙可望和李定国 也就是说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毁天灭地张献忠 但是有很多人问 说张献忠的后续部队 张献忠的这些部队都去哪了 最后他们的人都去哪了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孙可望在之前已经出现过了 对吧 这个想要个封王 但是这个 这个被这陈邦夫给端了个空子 没要成 最后还跟这个永利朝廷闹僵了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们还是先聊一聊 张献忠 从张献忠灭亡之后开始 张献忠 大家知道 崇祯年间被李自成给灭了 对吧 所以这个 1643年 他跑到这个湖广中部 建了大西国 然后称了王 对吧 然后呢 自立朝廷 1644年 他呢 就率领全军 进入到了四川 然后在这建国 大西国 在这建了国了 之后不用聊了 毁天灭地张献忠吧 对吧 在四川这个地区 实行了残酷的血腥的统治 恐怖统治 四川 因为这个长期的张献忠的恐怖统治 具体你可以听一听 毁天灭迹张献忠 这个是一个专门的专题 四川人口最后锐减 物资也枯竭了 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废了 对吧 所以尽管成都相对其他地区 他比较隔绝 对吧 张献忠当时为什么选四川 不就是因为这个属地吗 对吧 这个我只是一面受敌啊 但是张献忠在成都 他仍然觉得不安全 对吗 因为成都 后来四川到处都是反叛的 到处都是这个这个叛军 连出现了什么呀 史无前例的 叛军控制的地盘 出现了再次反叛 这就二次反叛 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说这还有起义军 去起义起义军的 这个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所以他第一 他避不开这些起义军 第二 他避不开李自成 第三 他避不开明军 最重要的是 还有后来到了陕西的清军 所以他没有办法 四处都不喜欢他 他没有办法 他最后在四川 烧杀抢掠 把这个四川的这个基地的 民纸民膏全都搜刮走了 压着就出去了 1646年底 他本来是想干嘛呀 本来是想夺取清军控制的李自成的这个老根据地 就是陕西 他也是那人 对吧 就是陕西东部西安地区周围 他本来想撤到那里回老家 而且他也试着发布出出次进攻 但是他中间被这个清军给这个袭击 然后丧命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豪格的手下 1647年的1月2号 他在这死了 张献忠死了之后 大西军 那自然而然就混乱了 大西军 大家知道啊 之前都是什么呀 这个军事将领都是张献忠的养子 对吧 都姓张 张可望 张定国 张文秀 张能奇 但实际上他们都不姓张 因为他们都是张献忠的养子 所以其实张献忠的部队 一下就分化成了四个重要的势力 这四个势力就是四个军头子啊 他们手底下这个有兵 孙可望 李定国 刘文秀 艾能奇 这都是养子 这四个人拼死啊 作战 最后呢 抢出了一部分残部啊 重新组织了起来 然后率领着这个残部就撤 向南就开始撤退 他们去哪了啊 他们撤到贵州去了 他们从这个名将的手里 这个手 当时这个重庆还是明朝控制啊 他们从这个明朝手里先夺了这个重庆 夺了重庆以后 壮大了一点力量 又把重庆这个地方给抽干了啊 然后呢 1647年的春天 他们就选择南下 为什么选贵阳 因为贵阳根本就没有兵 贵阳不设防 一路上没有任何抵抗 所以他们就跑到了这个贵阳 直接就占了贵阳 但是他们没有常驻贵州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整个张献忠后续部队 就整个张献忠这个势力里的啊 实力最强的就是被称为大哥的成龙 哎不是 孙可望啊 孙可望当时这个 那个哥斯拉称他为这个大哥啊 老大 孙可望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云南这个地方出乱子了 哎 这个门 这个乱子可以有空子钻 而且云南这个地方肯定比这个贵州要富庶多了 对吧 那你如果在贵州这个地方 我待着干嘛 这就是要人没人啊 要地没地 要钱没钱 所以云南这个地方听起来不错 云南出了什么乱呢 大家知道云南在明朝的时候 一直都是什么呀 一直都是自治区 哎 用特特殊的一个自治方式啊 治理 云南跟西南其他个省一样 他们是一个混合体制 只是向这个中央效忠 但是他们也建立了啊 省啊 府啊 县啊 也有各级文官制度 但是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什么 有土著居民 对吧 土著居民有当地的土司 哎 有这个世袭的贵族 所以 他们做了一下融合 有高度自治 哎 他们这里有一个土司的宣伟司系统 哎 但是在云南呢 宣伟司跟中央派来的什么省府县啊 这些级别都是相同的 就是土司跟这个明朝派来的官员 咱们级别相同 当然在云南啊 云南 这个情况还稍微稍微有点特殊 因为大家知道云南这地方 山高皇帝远 土司势力比较强大啊 这土司啊 因为这个两面礁啊 他烤得太好 太香了 土司 所以在云南 云南土司的系统 实际上是凌驾于明朝各府部门 明朝的这个这个文官体制之上的 另外还有什么呀 云南还有一支势力 就是什么 勋贵 牧室 世袭的 军权啊 都控制在牧室 这家姓牧啊 牧啊 大家知道 这个牧建平吗 陆景记跟韦小宝 韦小宝把他强奸了 不是 韦小宝把他给藏在床上啊 然后跟这个他这个大师姐啊 跟他师姐一块 后来来人加入这个 这个神龙教了 啊 牧建平 牧建平啊 这是虚构的 小郡主 牧建平就是牧室啊 就是云南牧室 牧王府嘛 牧室的祖先是谁啊 是牧英 这是 朱元璋 最喜欢的一个养子 牧英 所以 云南 他作为明朝的一省 你看啊 很奇怪 文官归谁啊 归明朝馆 对吧 归大明馆 但实际上 地方势力归谁馆 归吐司馆 对吧 就是说乡绅这个势力 人民归谁馆 归吐司馆 军事归谁馆呢 归牧家馆 对吧 所以 当然有枪在 对吧 谁都得给牧室一点面子 那有枪肯定是最腰杆最硬的 所以实际上 明朝这一省呢 你要说谁是真正的掌权人 其实就是牧家啊 他呢 这牧家在云南这个地方扎根很长时间 就成为了云南汉族文明的一部分了 牧室他们家侍奉钱国公 啊 那是钱国公啊 钱驴继穷那个钱呢 啊 15世纪 16世纪 他们可以说 这个是这块地方 有实际 实权的 唯一的一个明朝贵族 声望非常的高 地位也非常的稳 根本就没有人能跟他抗衡 明朝的这个官吏 还有吐司 都得给他几分薄面啊 然后呢 这个牧王府的人 出来斡旋斡旋 平衡一下 但是在崇祯年间啊 牧室对云南的控制 就慢慢慢慢就削弱了啊 这里有俩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前国公啊 这个穆天波 他呢 让士权落到了一个部署的手里头啊 这个人啊 有点意思 这个人历史上被称为叫昆明 吴明氏 这个不知道 他这个人姓甚名谁 但是你想想 能让士权啊 这就是 能落到这么一个官吏手里头 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小官吏 但这人到底是谁 这历史上咱也没记载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啊 他拿到了权力之后 他就开始什么呀 就膨胀了 胡家虎威 对吧 这人很狂妄啊 很讲究牌面 然后又对这个同僚不好啊 又欺压别人 所以慢慢慢慢的就 牧师属下的各级的这个什么官员啊 吐司啊 就开始就不满意了 所以要维护云南的安全 那就干嘛 你必须得靠着这个明朝的官员和这个当地吐司啊 对吧 你就必须要靠着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三方关系出现问题了 不平衡了 第二个原因呢 是什么呢 就是牧师啊 有一些这个蜀官 还有这个土官土司啊 这都是干嘛 这都是近年来招来啊 协助平定云南境外叛军的 对吗 但是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出省作战 慢慢慢慢的 他们手底就有军功 他们就有人 对吧 他们就自己的体系 这些人就开始慢慢羽翼就就丰满了 羽翼丰满 大家都觊觎云南这个地方 因为云南这个地方总体来说 虽然它不是什么好地儿 但是总体来说 这地儿也是一个国富民强的一个小地方 对不对啊 所以野心 这些人的野心就开始逐渐增加了 在晚明的这特殊环境里头 那你想想啊 崇祯岛了之后 土著军事首领 他确实有理由反叛 为什么 因为我在明朝的政府结构中 我也拿不到地位 我是以武官 我也拿不到地位 所以我也不满意 对吗 所以他们要想拿到相应的地位 就得干嘛 就得自己去抢啊 就得想办法站住一块地儿 然后要挟朝廷 然后朝廷封我的官 这就是他们的一贯的这个做法啊 所以 他们就开始琢磨这件事情 那 冲谁下手 对吗 那只能冲穆天波下手了 那没有别人了啊 这个形势啊 最后最后就引起了一场大暴动 这就是著名的沙顶州叛变 沙顶州这个动乱叛乱 沙顶州是一个当地的吐司 比较厚的那种吐司啊 实力啊 也相当有实力 他呢 在1646年的1月啊 就直接就把云南府给控制了啊 然后呢 就把沐天波就轰出去了 哎 就势手云南 篡位了 把这个沐天波的位置给篡了 牧室呢 就赶紧组织军队反抗 还打不过他 实在打不过他 然后呢 这个沙顶州 他还呢 这个收编了好多牧室的这个军队 大多数的明朝的文官 还有其他吐司 一看这个牧室家族啊 这个大势已去了 沙顶州现在胳膊最硬啊 所以大家一想 得了 我也别不找这不痛快了 勉强就服从吧 以后再说 牧天波跟这个 这个尔海道赴使啊 叫杨卫之啊 跟几支这个中鸣的部队啊 就坚守云南的西北部 跟这个沙顶州呢 就把这个云南就割据了 沙顶州打不过来 他们也打不过去 双方就这么就进入到一个相持状态啊 就是这个牧室控制一波 然后这个沙顶州控制一波 就这么僵住 哎 这个消息啊 就是孙可望得到的那个消息 孙可望正一筹莫展呢 不知道往哪走呢 对吧 在贵州啊 大家知道 这张献忠的部队 这个大西部队啊 就是走一步想一步 他本来也没有什么这个计划 孙可望这正头疼呢 哎 就我听说了 说这沙顶州跟牧师啊 正在云南对峙呢 哎 谁 他要去 他站在哪一边 这关键是这两边谁也不如他 对吧 他毕竟是个身经百战的大西国军队啊 对吧 他继承了这张献忠的精锐部队啊 所以他只要进去 他扶着哪一边 其实哪边都跑不了 这云南都归他 哎 所以呢 他想来想去 他还是选了沐天波这边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就算是我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但是我也得站在道义这一边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应牧天波之邀 进入到了云南 哎 只要他除掉沙顶州 他就可以在云南享受重要的地位 牧天波许他了 啊 牧王 牧王府许他了 所以他很高兴 哎 去了 于是1647年的4月5月 他只用两个月的时间 大西军的渔部 这残渔部队血洗云南啊 为牧师复仇 收复所有师弟 恢复明朝秩序啊 很容易就进去了啊 沙顶州这个部队 这个毫无疑问 对于这身经百战的大西军队 这个毫无抵抗之力啊 所以沙顶州的这个拥护者啊 沙顶州啊 这个还有这个反叛民众都被血腥镇压啊 所以很快 孙可望就接管了云南 沙顶州被驱逐出云南府啊 然后呢 他往南逃 逃回他的那个据点阿弥 西北部的这个牧天波和其他的那个明朝官员 一看成了啊 特别高兴啊 就给这个孙可望写封信 你看老孙啊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回云南府了啊 我是不是可以回昆明了 孙可望说你谁啊 啊你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这个所以这个牧天波当时傻了啊 大家所有明朝官员都傻 其实这个有什么想象不到 这肯定是会是这样的后果 对吧 但是这个牧天波和其他的官员想了半天 说那得了 咱们还是找孙可望 找老孙啊 一步一步的谈判吧 哎 孙可望说什么呀 孙可望这个理由非常的正当 他说我已经脱胎换骨了 我已经不是那个跟着张献忠的孙可望了 我家已经从叛逆的啊 这个叛军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忠明之士啊 我现在希望反清复明 但是这个牧师啊 说也有点怀疑啊 因为啊你一边说你是忠明之士 你一边在云南实施抢劫 你说你已经洗心革面了 因为他确实在抢劫 所以他们就在劝孙可望 说你看你呢让不上地儿啊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看你能不能先停下抢劫 哎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肯定 你想把这个孙氏集团从这个云南赶出去 这事肯定不可能 人家来了就没想走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又僵在这了 所以孙可望很快就在云南 建立了一个政府 然后呢 跳过了牧家 跳过了牧王府 就开始向各地啊 收税去了 因为他缺钱啊 他这时候缺钱啊 开始造皇宫 开始造大殿 开始造各种这个其他建筑 竟然还举行了科举考试 哎 跟张献忠一样啊 但是这个跟张献忠那科举可不一样 他没杀人啊 他确确实实是搞了科举啊 任命了很多的官员 然后还设立了六部的首脑 哎 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 就是他这个接人带物啊 感觉有点皇上那个意思啊 排场非常的大 有点是有帝王这个之姿啊 接纳这个重要的人物啊 他甚至还筑了自己的钱币 然后在云南府的附近呢 还给大家重新分配了土地 还设立了棺庄 还对盐井啊 矿藏啊 还有饲料啊 都加以控制 还把当地的这个工匠啊 都征集起来 孙氏这个政权 孙可望政权 究竟是暴还是人啊 就是他是暴力政权 是跟张献忠一样的 还是说他是一个比较和善的政权 按照各种技术 说法是不一的啊 因为因为你也知道啊 尤其是越到近代啊 越对他们予以肯定 大体上看吧 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们只能说大体上看 我们可以断定 肯定比张献忠要温和多了啊 肯定是比张献忠要更有秩序 也避免掉了那种极端的残暴 他也不乱杀人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说他有多么的温和 只怕也不见得 因为也有大量的这个技术 能证明 其实他也是一个挺残暴的人啊 所以呢 孙可望站住了脚之后 他立刻就向赵庆的永利朝廷 派了使者 干嘛呀 我们上上次已经讲过了 对吧 要王决啊 你给你给加个王吧 为什么 因为他想在这称王 很显然吧 他已经在这深耕云南了 就想把云南这个地儿占住吗 对吧 四位大西军头啊 他们入住云南之后 其实封了他们王 他们拿到的王是郡王 但是孙可望 他觉得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四个人的大哥 对吧 他的军事实力最强 他是大哥 他想要的王是什么 他想要亲王 亲王就是什么 亲王其实就是熏贵了 就已经是说这是朱家的了 知道吧 这是皇亲国戚了 所以他呢 想要亲王 他有这个封号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正式同意了 孙可望的地位 高于那三个郡王 高于他那三位弟兄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是合理合法的 张建忠的继承者 同时他也是勇立朝廷 承认的云南的实际控制者 对吧 他想要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哎 明正言顺 但是 大家知道啊 上上周我们也讲了 陈邦复里倒了一下乱 哎 所以呢 孙可望 没能实现他这个政治计划 勇立朝廷 劲儿不给他王决 哎 所以 孙可望 感到非常的 屈辱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上上期啊 我们讲那个故事 他那么生气 非常的愤怒啊 耍我呢 啊 是不是耍我呢 啊 是不是看不上我 李定国跟孙可望 他们两个是兄弟 不是不是亲兄弟啊 因为这都是过了命的交情 对吧 一块扛过枪 一块瓢个枪 一块通过窗 哎 他们俩一块扛过枪 可能也一块飘过唱吧 李定国跟孙可望 本来就不对付 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想啊 本来大家都是张献忠的养子 但是现在 你突然孙可望 你说他当大哥了 孙可望真是这么骄横 都以帝王姿态 去接见别人去了 对不对 你想李定国 作为同等的 本来咱俩是平起平坐的 他心里能服气吗 他不服气 按实力排 李定国也排在第二 而且甚至 如果按军事实力排 李定国其实并不在 孙可望之下 李定国其实他也承认 在张献忠的这四个继承者里头 孙可望确确实实 按照军功 他排在我上面 他确实是第一名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 他对孙可望 后来这一系列 用各种奸计 去提高自己 这个政治地位的这种手段 他非常看不上 这个李定国是耿直不矮 他耿耿于怀 另一方面呢 李定国的军事能力 确确实实 是非常出色的 这个人啊 将略悠长 天资聪明 关键是 李定国 宅心仁厚 军人 这个部队 非常喜欢他 一线的部队 都特别特别喜欢 这位 这个将军 所以 孙可望 也看不上李定国 为什么 因为军人们都喜欢他 是将士们都喜欢 这个李定国 那 谁喜欢孙可望啊 所以 孙可望 有点嫉妒 有点嫉妒 这个李定国 他呢 就认为 这个李定国啊 有意的 违背他的命令 所以呢 1648年的春天 他就找了一个茬 他说 这个李定国啊 不服号令 最开始 可能就是点一下 结果越说越生气 越说越生气 结果竟然命令 当众边打 边斥李定国 打了这个李定国 挤鞭子 李定国是怒目远征 瞪着这个孙可望 那这孙可望 打完了以后 他可能他也觉得呀 这个时候 如果我跟这个李定国 这么就翻了脸啊 这也不太合适 这一下不就 这个分裂了吗 所以呢 鞭打过后 他过去干嘛 他过去 搂住李定国 啊 泪流满面 哎呀 一副非常痛心的样子 把他扶了起来 跟他说 不是哥想打你啊 鞭鞭抽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哎呀 哥哥真是为你好啊 哎呀 一个劲的 还给这个李定国说得了 啊 咱们哥俩啊 这这一顿鞭子 这就算过去了 啊 升官啊 给李定国还升了官 唯以重任 但是 这种事 这种事 你说李定国心里头 他能平衡吗 他肯定不平衡啊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 李定国 他本人是个宅心人 啊 这人耿直不爱 他呢 还特别尊重这个孙可望 哎 他还多次表示呢 他说这个老大打我也是应该的 啊 他大哥嘛 他打我也是应该的 我呢 作为他这个小弟弟啊 我 我没有手足之情啊 我也不能怎么着 所以你看啊 这件事情表明什么 这件事情表明啊 内斗这件事情 不是只在明朝内部发生 甚至在明朝的反叛分子中间 也发生这种事情了 对吗 所以 而且李定国有点文化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也是反叛分子 这大西军也发生了文武内斗 对吗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当时因为啊 保卫西南基地这个事情 非常的着急 对吧 因为有清军啊 所以这种摩擦缓和了一下 没有暴露出来 1650年的春天的时候 孙可望就派重兵回贵州 把上次攻入到这个贵州省呢 没有遇到的这个明军 就轻易就给击败了 然后就予以收编 都吃进来了 然后在贵阳建了第二个大北宁 又回去了 建了第二个大北宁 然后以这个贵阳为中心 南北东三方出征 接着就是一连五年的作战攻势 然后迫使清军完全退出了西南各省 所以他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供固 这样的话 清朝对这个湖广西部 跟广东西部的这个控制 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了 对吧 因为对峙上了 对峙上 在四川西部 孙可望这个猪将 收复了大部分的主要城市 在这碰到的敌人是谁 他们的对手是谁 是吴三桂 吴三桂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吴三桂没有办法 只好一线向北后撤 因为打不过这个孙可望 但是他们试图压扶四川南部的各路军阀 因为这个地方盘踞了太多的军队 但是压想制服军阀这件事情 就没那么容易了 长江沿岸 四川湖广 两省交界这个地区 长期以来 都是他们的老对手 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占据着 所以他们跟孙可望 他们跟大西军天然就是敌人 孙可望要想跟他们合作 这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记仇 对吧 所以一直也没能成功 孙可望本人 他干嘛去了 他御驾亲征 他不能叫御驾亲征 他亲自上阵 他负责湖广向西南部的进攻 但是他是督战为主 但是他也上了战场 首先是1651年 他把没弹幕 今天弹幕服务器好像是挂了 各位自己就看就听 今天确实是弹幕服务器是挂了 我刚才调了好几次 1651年的时候 他收复了圆湖 这个地方 圆湖你看一看 他这是湖广贵州两省的门户地带 1652年到1653年 这个冬天 他又派了几个将领 又把称州从清军手里给抢过来了 他本人就率军进入到了宝庆 这个地方 虽然宝庆他打了一场败仗 又回到了贵阳 但是在1655年的春天 他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部将 连着远水迅速而下 几乎拿下常德 但是你看 孙可望 可以说比较顺利 他这个攻势可以说比较顺利 但是比他更顺利的就是李定国 李定国确实是会打仗 李定国取得的战国非常的辉煌 李定国向东南进攻 李定国呀 这个作战部队保有了张献忠作战部队的所有风格 而且还优化 张献忠的这个作战风格 我们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神速推进 打闪击战 突然袭击 李定国用的是出神入化 李定国用这个火器用的非常的好 他带着火器部队 那这个突然打闪击 巧妙运用 但是这么作战 来去自如的作战 这个 他仍然选择不要根据地 完全不要根据地 就跟这个张献忠一贯风格一样 打哪是哪 就是不要根据地 我们就是往前走 1652年7月8月 李定国先拿下了宝庆 然后呢 拿下了这个湖广西南部西端的几个关键的城市 然后巩固了一下自己的后方 然后就亲自率军 火速就奔了桂林去了 8月7号 他竟然一举把桂林给攻下来 这一次大胜利啊 可以说 让广西清军占领区 又开始这些人纷纷倒戈到孙可望这边了 或者说李定国这边 大家就说谁抢我跟谁跑啊 对吧 然后呢 又投向抗清的力量里头 这个时候 整个这片地区只有五州还在清军手里头 但是李定国他没有留在桂林 他没有巩固这根据地 他在下个月再次进入湖广 又掉头回去 然后开始进攻广东东北部的连川 甚至开始派人去打哪 去打长沙 他本人占了横州 迅速的就又把这一片地区给吃下来 但是唯一的缺点 唯一的这个失误就是什么呀 没有守住这些城市 因为他没心在这守城 他只是杂乱无章的带着部队 左突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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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1653年三月底 他竟然奇迹的又回到了广东西北部 又回去了 打这一圈可以说仗打的都非常的漂亮 战略意义 没有 就是流寇作战 战略会打仗 但是战略意义没有 李定国集中精力进攻广东 对吧 1653年的初的时候 他就发动了初次的攻势 实际上 只是从胡广撤退那次行动的延续 虽然广西西北部的清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李定国因而就能攻击赵庆 直接威胁到广州 但是这种进攻大体上 你也知道 其实他只是试探性的 到了秋天 他跑到广西中部开始修正 沿途也没能收复 重新被清军又占领的桂林 因为他打完他就走了 清军又把兵派进来了 所以他白打 所以李定国就在这转悠转悠转悠 到他第二次进攻广东 他时间更长 1654年的春天的时候 他通过广西的南部 又进入到雷州半岛的中央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又建了几个大营 驻扎了五个多月 清军这时候也不敢打他 也不敢说不知道 这李定国到底在这干什么呢 就一会来一会走 一会来一会走 逛窑子呢 我天哪 说这个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所以就不管他了 你在这住五个大营吧 那我们就隔着我们看着你 结果这李定国自己身子败了 得了一场重病 到了9月底才把这病养好 然后呢 他呢就继续往前 他又跑到这个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 开始围攻新会 他攻占广州城的这个计划里头 新会是重要的一会儿 他要先拿新会再拿广州 但是他没有水军 所以他只能囤兵新会 就前进不了了 没有水兵 没有水兵 这事儿 那你得找水兵啊 对吧 这个时候 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水兵 都是一些这个合肥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郑成功 说我现在要进攻广州 你能不能派水军过来 但是因为很多原因 这我们后边会详述啊 讲郑成功的时候 我们还会跟你说 援军不是没派 没能到啊 没没没能及时到达 所以新会这个地方 被清军打了一个反攻 他就在新会就被围了啊 新会被围了 他在这坚守 到了1655年1月底 清军又从江西派了一部分援军过来 终于李定国大败啊 清军追着这个李定国跑 李定国一路跑 一路被杀 一路跑 一路被杀 受到重创 最后一路又跑回到了广西南部 然后在南宁重整败军 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人只剩下几千人了 所以你看啊 李定国这一场仗 打了半天 到底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 这就是张献忠 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对吧 因为就是到了现在 其实李定国 这个张献忠 这是一类人 对吧 他确实继承了张献忠的一波 可是他确实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他要打哪 他打下的地方 他也不守 对吧 他直接就往前走 但是这又不是说 你张献忠起兵的时候 你说你一路 这个势如破竹 对吧 你从陕西 然后打到这个浙江去 打到这个湖广去 这不是那个时候 你现在你说你弄了这么一串 然后最后又回来了 然后最后兵还少了 地盘还没有扩大 所以经过了这一番折腾之后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整个这一片地区 再也无力从清军手里的夺回来土地了 因为这一支有生力量 也逐渐被清军消灭了 对吧 但是清朝对于西南这边发生的这一系列战事 他们也有问题 他们没有情报来源 所以清军确确实实 就是说如果说李定国有什么收获的话 李定国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清军确实 因为他不知道李定国要干什么 这是最恐怖的 所以李定国确确实实是吓死了好几个清朝的总兵 比如说这个清朝的这个总兵官徐勇 这个陈州之战 他阵亡了 孔有德 这么牛的人 在李定国涌入桂林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李定国这来势汹汹怎么意思 所以这个孔有德一着急 先把他的家人全给弄死了 然后跟自己妻子抱着一块自焚了 这个满洲一亲王 这倪堪 他受北京特别委托 他过来处理这湖广局面 结果在恒州附近 就遭到李定国的伏兵直接被杀了 清军在广州的那个指挥部也受到重创 于是这一点 清朝还是这个有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是清朝迅速开始总结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结果清朝发现啊 自己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实在是太脆弱了 所以清军啊 开始慢慢慢慢的 对自己的实际情势开始清醒了 自己好像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呢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他们不再追着永利走了 他们主要集中精力干嘛 巩固阵地 在四川啊 湖广啊 两广这个占领区里头 认真的收服啊 收降这些当地的士绅 投资搞建设啊 然后收编这些抵抗军啊 搞绥静 然后搞镇压 蛮荒的那个大西南就先让他去吧 反正不着急啊 这边两广湖广 我们站住了 那么西南肯定跑不住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永利啊 那你想一想 这也差不多又该跑了啊 这大势已去了 所以 孙可望 李定国 李定国后来的这个结局如何啊 孙可望跟永利皇帝啊 又有什么故事 我们下周周六 对下周周六啊 我们同一时间 再继续跟大家聊吧 今天这已经聊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了啊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听我们这期的回播啊 希望你多留言 多点赞啊 因为这个明晚明专题啊 南明的这专题没几期了 以后想留言啊 你也没地儿留下了啊 这期专题倒是要结束了啊 今天呢 那也是我们年前最后一次直播啊 因为这个后天就要就是三十了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一直停到大年初二 也就是2月6号晚上 我们继续给大家直播啊 但是不一定有专题啊 2月6号晚上可能让人抽奖 或者什么 因为这个6号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准备专题啊 所以不一定是专题 但是我们下一次的直播是在2月6号啊 所以这一段时间 所有的平台都不会再更新回播 那么我们今天录音就先到这儿啊 然后我们把时间留给 斗鱼的直播间的弹幕啊 连不上弹幕的弹幕啊 感谢